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一连两天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那主要聚焦讨论尾巴冲突还有俄乌战争等等的议题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杨子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就形容 由于国际形势日趋严峻还有复杂 七国集团的紧密沟通也变得非常重要 上川杨子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 那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人质 指当务之急是舒缓目前袈裟的酒精 认为基于人道原因有必要达成停火 然而对于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举行 遭到部分日本民众抗议 我们就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一连两天在日本东京召开会议 讨论尾巴赫提但却引起日本民众不满 上百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收持巴勒斯坦旗帜和停止战争的横幅牌子 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停火 而警方也在现场维持秩序 有民众认为 居七领袖应该到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湖 转达停止战争的请求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因为涉嫌卷入贪污案件 昨天透过全国电视演讲宣布辞职 他随后发表声明说 自己问心无愧 选择辞职是为了要专注在他的辩护 另外他也表明自己无意第四度竞选总理职位 俄罗斯远东地区哈巴洛夫斯克 遭到强大的暴风雪侵袭 户后的积雪覆盖在整条马路 部分高速公路的路段也因此被迫关闭 许多车辆因为积雪导致无法行驶 造成当地交通大瘫痪 当局除了出动铲雪车之外 一些民众也使用船子除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